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中的新社公墓被发现 以及今天最新的是在高雄海军 骑津营区的海面 您看看双手捆绑的服尸 死状非常非常的凄惨 我们就看看到底 其实在台版的街铺寨 刚刚发生的时候 亮哥我记得他就讲过 说可能要去清查 这些所谓的无名师 尤其是这些服尸 失踪人口 这些失踪人口 到底是不是这些诈骗集团 或是犯罪集团杀人的 或者是说是他杀的 因为有一些可能是 自己想不开 网友就列出了 从今年6月到现在 短短6个月而已 半年就有多达60几起 像这样子的服尸 从高雄爱河一路到基隆 从南到北 北到南都有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当中到底有没有遭到诈骗集团 毒手的人呢 这是我们要问的 如果有 那恐怕后面有一连串的连锁的 一个这个黑暗的势力 你要把它铲除 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的高层 是不是末世治安 只想着争权夺利呢 举一个例子 这个社会新闻 最近也被大家讨论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这一名嫌犯 他四年前 纵火 是刻意纵火 烧死了九个人 发生在新北市的中和 四度被判死 可是高院跟三审逆转了 他改判乌气徒刑 理由是说 因为他吸食安非他命 嫌犯可能引发精神疾病 所以撤销他的死刑 那这样子的宣判 那当然在现在的台湾社会 还会引起很多的讨论 很多人觉得 如果你没有严刑峻罚的话 像这样的诈骗集团 心狠手辣的这个社会案件 能杜绝吗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高层 本来是应该 帮我们做事的政府 帮我们做事的政党 可能因为要争权夺利 他们很忙 忙着为自己的命脉来延续 现在内阁改组 看起来势在必行了 苏贞商院长某种程度 被新民意给否决了 九合一大选 就觉得你不OK 所以我们看到 有几个接班人的 可能人选浮现了 陈建仁前副总统 14号现身行政院 有人就说 有可能是陈建仁要来阻隔 他也是蔡英文的爱将 苏贞商说没这回事 大家想太多了 陈建仁是来参与防癌会议的 顾立雄另外一个 深受小英总统信赖的人 有没有可能由他来阻隔 府方人士有人在方消息了 他们说顾立雄 他是深受小英信赖 出现几率极高 问了顾立雄本人 他说没听过 我的去跟流都是由总统决定的 另外一位小英爱将 就文灿受限于他的论文 论文当然出现了丑闻 那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呢 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打一个问号 你看到的 这些人在分赃吗 这些人在夺权力吗 我们来看看原来的苏院长 他领导了我们的内政 这么这么久 可是最近有一个报导 林传媒的独家 他自己的苏系大将 前民进党的中常委 蔡献浩 他也卷进了所谓的 勒索恐吓勒索案件 这个是警方在追查 包括一个保和会 就是一个黑暗的 一个势力的时候 不小心找出来 民进党的前中常委 苏系大将蔡献浩 也卷入其中了吗 蔡献浩何许人也 过去他被蓝莹点名 曾经跨入离岸封店 像这样子的刚才的 这个所谓的专家差 或者是弊案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蔡献浩去告废宏泰说 你诽谤 有影射有黑影床床 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在我们的政府 包括相关的皇亲国戚 已经开始被一一点名了 所以苏院长 人走茶凉的时候到了吗 现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显示有过半的国人 同意让他总辞 希望苏贞昌下台 可是民进党党内的看法 不知道支持民进党的人 或者是民进党党内 可能看法分歧 有些人觉得苏院长 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 毕竟他看起来比较有魄力 有一些人觉得说 你可以攻城升退了 蔡总统到底要不要留苏院长 而地方看起来 逗得最难看的在台南 台南因为在选前的88枪 衍生的一连串 包括光电纠纷 包括你看到的议长的选举 可以说这个拳拳到肉 斗得乱七八糟 民众已经看不下去了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这背后也有中央 或者是民进党党机器 最高权力者的影子吗 包括英系 某种程度大家有人认为 郭信良比较靠这边 赖清德的背后 前面站的可能 就是要角逐议长大位的邱莉莉 而邱莉莉挺他选的人 郭再清最近当然被民进党处理掉了 过去是中评委 那这个郭再清被处理之后 他自己也呛吓 他说我可以辞中职委 可是我一定要揭露这些人的败行猎迹 他指的是谁呢 是战国会的陈霆飞吗 陈霆飞毕竟已经跟他互呛很久 很久了 还是雪甲所谓的卢渣案的吹哨者 这个里长吗 你说这些人是败行猎迹 那选民要解释谁才是黑金啊 大家看得不洒洒啊 来请教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啊 像这样子的黑金 或者是权力结构上面的恶斗 已经影响到很多小老百姓了 像是扶尸案最近非常多 我是不知道 我们的警政署 有没有把扶尸案 如果有六十多起 至少也要做个调查 因为这个当然不一定是被诈骗绑架 也有可能是经济不好 即使是经济不好也算是大事 六十几句 这个网友很有心 他从六月份开始 你看六又二号基隆 然后一支血一支血 就是每一个有见报的 有被报导的这些 无名失福 失案六十几期 这样正常吗 这个只有警政署自己知道 因为过去这个没有成为新闻 而且我们历来 每年都有一定的失踪人口 那到底失踪人口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是离家出走 对 那到底结果如何 我们也没有看过警政署 做过相关的报告 不过 不过真的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 令人触目惊心 真的是这样 台南市 台南市基本上没有办法 因为十二月二十五就职之后 就要选议长 那双方的票数 非常的接近 这个伟汉最了解内情 因为谢龙介刚上了他的专访 所以伟汉掌握开门的密码 我觉得行政院 坦白讲如果就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顾立雄是最适合 可是 因为我一直讲过 我说小英身边 两岸还有台美关系的 三个铁三角 李大为 顾立雄跟陈平通 我认为 目前有点缺一不可 那苏贞昌 目前看来 因为如果终身带接班 那彼此又不服 所以一定要找份量够重的 那份量够重了 要嘛就苏贞昌 要嘛就顾立雄 要嘛就陈建仁 顾立雄 苏贞昌麻烦的就是他民调很差 而且他讲话又傲慢又自大 很容易跟人家杠起来 那这个是不是有利于 民进党明年的立委选举 我想很多区域立委大概 刺在等 可是他可以最快稳住局面 因为他熟悉 那顾立雄的问题就是 他能够迅速进入状况吗 因为当院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那小英在国安团队又 我觉得对他是不可或缺 那陈建仁如果这个时候来接 那赖神岂不是全身蛤毛 又要树立起来了 明报可能就要再多写几篇了 就是那个政治效果太直接了 所以坦白说 我最近朋友问我说谁会阻隔 我都是语代无奈的表示 苏贞昌就是有这种命 所以有可能苏院长会继续留下来 目前看起来是 好 来 请教伟翰 不是说苏贞昌留下来是个好的选择 你现在都已经输成这样了 当然是换隔魁是最好 可是问题是我就问 只剩下这样子到明年的 应该说后年的520 大概只剩一年半的任期而已 就这个隔魁 因为从现在这样子12月了 这个月不要算 明年一整年12个月 后年到5月 这样加起来到17个月 你说要找什么人来当行政院长 而且是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没有人 好的人不愿意来 其他的人跟赖清德副总统 准备选2024可能有汉格或是冲突 或是让党内部团结也都不行 所以最后的选择变成是 只能让苏贞昌留下来 如果桃园没有输 如果郑文灿的论文没有被台大撤销 郑文灿是有可能 因为他是蔡总统相信的人 那现在郑文灿完全出局了吗 副院长 不是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 他的论文被撤销这个事情 你让他去当行政院院长 你说这个 这不就给国民党 继续压着地上打吗 弄到地上摩擦 副院长就太好 他到立法院去 难道国民党的立委 都笨到不会问这个吗 请问我可以叫一声抄袭院长吗 你到时候不是上标题 然后再吵半年 所以对民进党 观众朋友是这样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像现在还有很多 尤其是我认识的 像国民党里面的人都在想说 等着看蔡英文怎么杀赖清德 我的看法从 郑文灿的12月2号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五 他的论文被撤销之后 已经没有 蔡总统已经没有力气 要去杀赖清德了 因为杀赖清德的结果是 他自己2024会非常惨 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 就即使我再讨厌赖清德 我这个时候让他选不上总统 让民进党失去政权 这对蔡英文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你要在这个角度来想问题 不是他喜欢 他以前不是很讨厌赖清德 你不是说他被刺 他不喜欢赖清德 是 蔡英文非常不喜欢赖清德 好不好 公开这样讲 但是问题是他也没得选择 不然为什么蔡英文 要在2019年的时候 2018年底的时候 要去找那个孙昌院长 来当他的行政院长 他喜欢孙昌吗 不喜欢 他也不喜欢 所以这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会跟大家说 现在目前状况是这样 我很快讲一下 刚刚在讲的这个绿能光电 其实观众朋友没有发现 我猜 我猜可能几年以后会拍成电影 20年前我们就拍过电影 你说台南这个 不只是台南 前子是全台湾 因为现在回头 他才发现他的问题很大 因为2016年蔡总统上来之后 他跟大家讲 我们的绿能发展20 观众朋友绿能没有什么不好 我现在不是讲政治上面的绿能 你不能不是那个 是真正的绿能 风电 太阳能板 离岸风电这东西 那他要建设 他要工程 然后他就像是一块蛋糕掉地上以后 你再过半小时蚂蚁什么都来了 蟑螂也来了 这个获利太过庞大以后 过程当中失序了 可能有一些利益的勾结 可能连黑道都进来 可能连民众都可能觉得 地方我们要高点补助款 说我要去抗争抗争等等的 所以你看台南就是 台南现在被彰显出来 其实各地都有 你怎么会在北门盖那么多的太阳能板 昨天谢荣介跟我讲说 北门的人是两颗太阳 我听不懂 什么叫两颗太阳 他说北门全部都是太阳能板 而且离他们家就这么近 连路边都完全没有缝隙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早上起来 原本我可能是会晒太阳的 等到太阳过中去以后 我这边不会晒到了 大家讲西晒又怎么样 一天可能晒半天的太阳 现在因为太阳能板的关系 一直被反射 出了门 窗户都直接就照过来 很痛苦 然后去跟他讲说 不要盖得这么密 没有人管 因为他利益勾结 所以其实蔡总统为了发展绿能 从2016年之后 想不到全台湾各地 他黑道都勾结进来了 这个就腐化在其中而没有发掘 就是6年 现在慢慢的浮上台边发现说 原来绿能的建设 造成这么多的利益勾结 这会是赖庆德 接下来这13个月 最重要的课题 所以雪观音拍2.0 我刚刚也在想西观音 我刚刚也在想西观音 可是赖庆德对这一局 其实他没有表态 他对于这个地方 党主席上来以后 我觉得他会有那个 他必须要表态 如果他要选总统 他必须要表态 他现在就是先叫郭再卿辞 就是先撇心再讲 就变这样 我倒是很期待 郭再卿现在放狠话 你们这些底 我全部把你弄出来 好 很好 赶快 拜行劣迹 对 拜托 你藏什么 郭再卿你就算不是 民进党的中指挥 你还是个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本来就有帮人民 揭发这些黑幕的责任 不是吗 你何必要等了 现在就揭发 快点 马上立刻 好不好 管他是谁 如果有国民党的 也把他揭发 或是其他在野党的 把他揭发出来 但我最怕你们只会说 不会做 到最后只是先呛吓 呛吓完之后又再瞧事情 大家私底下 然后见不得光的地方 把事情瞧好 我最怕这样 最好你们赶快通天 让全国人民知道 你们到底在那边干什么 中间到底有什么利益 这个对赖兴德来讲 为了他会很麻烦 因为如果这个事情 越闹越大的话 因为这个要不牵扯到赖兴德 我觉得还蛮难的 蛮难的 真的蛮难 因为你看所有关系人 都跟赖兴德有关系 所以要不牵扯到他很困难 我相信赖兴德应该已经在 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了 至于说 这个格魁的人选到底是谁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今天又看到说什么 林佳龙可能要去接内政部长 当然林佳龙也否认 然后现在一个一个都传说 要再回国干嘛的 奇怪了 我们国家 我第一次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的环保精神这么好 每一个都废物回收再利用 整个废物内阁 不是吗 这些已经被时间 被历史证明过 你是个废物了 又重新再拿回来用 那顾立雄 你国安会秘书场看得很好吗 请问一下 你到底懂什么国安 我真的不知道 就好像陈明通 为什么可以当国安局长 我到现在也没想通 然后到现在 你已经操作 论文皮肉这么大 你还死皮赖脸在那个位置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现在整个内阁 在我的想法来讲 整个内阁应该全部换掉 这些人都不需要考虑 因为这些人都根本没得用 但是回到刚刚伟翰讲的那个东西 所以蔡英文来说 他要的是维系他的政权 他要的是维系他的利益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人 牢牢抓在身边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说 苏珍昌恐怕会很难动 因为现在其实你不管换谁上来 第一个人家愿不愿意 第二个也就是 这个人能不能保护蔡英文 我觉得很重要 你说换顾力熊 老实讲顾力熊那个嘴脸 不见得比苏珍昌好哪次 他一样照呛记者 呛人也是很凶的 至少不会拿哨把 他是不会拿哨把 但谁知道他拿什么别的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好获色 但是因为蔡英文不想掰咖 要续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大概就这么将就的对付 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成后马上回来